《啤梨漫步》 《啤梨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主持啤梨漫步 《啤梨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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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有些訪問 那些人又有樣子看 真的有樣子看 其實我又不明白 《啤梨漫步》 他不會拆掉的 不會兩天 為什麼下下又要這樣去逼呢 神祖 就好像有些巴交 或者鐵交 他在的 現在是喬交 這麼有趣 說幾十歲了 即是高鐵那個 什麼餓鋪也是 有樣子看的 其實未必是窮的 不過有時候真的奇怪 很興奮 很興奮 《啤梨漫步》 《啤梨漫步》 原來為什麼這麼塞車 原來很多司機 就沿途減慢車速拍照 有些人看風景 始終新路 有些人不敢踩 之類 其實你稍微有些人 每個人是這樣 結果就失足幾個小時 怎麼會失去五六個小時 才會瘋 你是在通道上看過的那些風景 其實沒有東西看的 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沒有東西看的 你不記得我們在青馬巨大橋會這樣做 真的很奇怪 旅遊出眾協會 當時崔定邦就說 他說 都會觀察多一兩個禮拜 但是 確定再看情況 才決定再搞不搞團 不過 他很有信心 他因為相信 內地當局一定會整頓 不當行為 其實不用去整頓 你開多幾天 就不會這麼明白 老實說 好 好了 有報道 有個的士佬 你知道現在的士真的呼吸也是罪 訪問了他 他駕駛了一輛 叫做比卡超的士 他說用神奇魔力的小凌晶 輕易化解了司機和客人的怒氣 他希望客人不要有不愉快的經歷 盡量令他們開心下車 其實他是不是用比卡超 是效果 其實這個司機有這樣的心態 他就自不然吸引力法則 或者客人很有露氣沖沖的 但是 你有禮貌的 你是不兜露的 服務好的 他沒有必要發你脾氣的 再加上見到 事實上是 你的車這麼可愛 OK 那很多時候 就真的可以化你氣為牆 他的訪問就說很簡單 網約平台 大勢所趨 沒得談的了 是吧 為什麼呢 這個叫做Eric 邱君明 他本身呢 他呢 今年47歲 他是做領隊導遊的 但是長期 帶隊呢 領隊無法跟家人呢 真的相聚過時過止 所以呢 16年前呢 即2008年呢 就轉行成為夜間的士司機 一做就做了16年 他說 選擇的士司機很簡單而已 他又可以到處去 他就好像他做導遊這樣 但是只是香港而已 就不一樣 你去到屌子 就是埋葛這樣 OK 十六年來 見盡高山低谷 他說 161718 自由行客多 自道好旺 到2000年的時候 2020年呢 疫情爆發 工作就做下停下 直插谷底 他說幾個小時才有一兩個客人 一日收入等於以前兩三成 好了 疫情幾年了 搞了 到通關了 誰知道不上消費潮 他說呢 現在呢 生意呢 只能這樣說 平平凡凡 夜間的士生意差 慘請不到人 開通關後 週末客量比以前少一半 老實說 越長價就越大鑊 那些人一走 他說呢 生意不景 唯有 看多些書 增加知識 多些跟乘客交流 他說呢 近年都聽到很多 很多的士的負面消息 他說不希望坐我的車 不愉快 盡量你去開心下車 當然呢 他也有個契機 因為他早幾年加入了UberTaxe 這件事他講得對 他說 UberTaxe在管理下 雙方呢 都會相尊重一點 為甚麼呢 在平台管理下 因為他 是看完你的東西 OK 你某程度 如果是欺客 你都可以報告他 有個中間 有個平台 OK 所以大家呢 就會禮貌一些 但當然我覺得 在接了命令之後 你是不是準時去到 遲了幾分鐘 是不是會打電話 通知他 又會怎樣 他又可以檢查你 啊 是呀 那裏是紅色 是呀 塞車 其實大家沒有那麼怒吵 好了 他說呢 有時 不小心得罪客 可能 都覺得自己不對 但是個體戶 如果沒有網絡平台 就 那不吵就吵了他 沒辦法 那就有個 下次再算 但是去網絡平台 就不行了 因為人家可能會 被黑豬豬理 嘛 是吧 所以他會接受客人 多些 他說現在呢 他自己覺得 這個Eric 就說呢 根本網絡車 就已經不可或缺了 他說試過 Rubar的平台故障 他當時就以為 既然Rubar的平台故障 那就大量 就是街客在街上等車 就嘗試街折客 但是原來呢 發現呢 原家那些人 真的習慣了 真是叫車 他說呢 如果沒有網絡平台的車 就唯有靠叫台 再退一步呢 就甚至乎要去的士站排隊 但是的士站排隊呢 要你一分鐘排兩三個小時 車龍太長後 阻礙其他車 真是不行 那麼 他說呢 因為呢 啊 跟乘客關係 他認為是最重要的 所以要令乘客開心 首先要自己開心呢 他說幾年前呢 他買一隻比加超 不是李加超 是比加超 掛在車廂上 掛李加超 是啦 誰知道受到乘客鼓勵 於是乎呢 買下一架 買下一架 越買越多 誰知道越買越多的時候呢 他就把安全帶 甚至乎連比加超口罩去賣 就是呢 反而就很受客人歡迎 你老實說 先不要說什麼 我覺得人們都有點同心的 特別是呢 我們這些受日本動漫影響的人 都去到四五十歲五六十歲 如果我上去 我沒有看比加超 而是我 因為是說你大個兒子 喂 你讓我一上車看到這樣 我也會覺得過癮一些 是 對不對 例如你掛了很多夢 小紅為你 什麼都好 那我 當然我發脾氣 我便會無故不發脾氣 但都會 會冷靜一些 那他說呢 其實這輛比加超 是一個神奇力量的精靈來的 可以控制 司機和乘客的情緒 令雙方都變得很熱情 這樣說 那他說 就不敢教導同行 但是認為呢 要明白的士司機是服務業 需要有基本的禮貌 這個就是這麼簡單 當然乘客都有禮貌 但是呢 你如果你有基本的禮貌 你乘客無禮 乘客那個人又欺客 是吧 你自己呢 基本禮貌都沒有 或者一卡就著 你始終都會蝕的 這是你服務性行業 好了 我們講完這件事 這件事我覺得真是很奇怪 當然我又不 真的不會覺得是有什麼 愛情的 但是真是奇怪了 就是今早 就是昨天早 黃金海岸的年輕人 七歲 在父父帶著他 和一名兄弟 我想 就是他的兄弟 在泳池游泳 一個小時後 遇溺 就是 救生員 和一個在場的醫生 剛剛有個醫生 就是去那裡度假 立即和他做急救 但是呢 送他去這門醫院搶救 然後下午二時不止 那就真是奇怪了 早上三點幾 發生這件事 有爸爸帶著 在黃金海岸的酒店泳池 有救生員 我就不會覺得 真的全部的責任在救生員上 你問我 爸爸的責任更大 你帶著兩個兄弟 真的兩個兒子 我又說 怎麼可能看漏他啊 是不是 這件事真是很奇怪 真的 你睡了 或者很淺水 你沒有遺疑 真的很慘 喏 根據目擊事發經過的住客說 當時 那個男童 被救到泳池邊 昏迷不醒 沒有呼吸 沒有脈搏 有人喊救命 和他一起去 就是這個目擊者的醫生見狀 就用心肺復甦法和他搶狗 而他就負責打999的電話 就是我 永遠都是 你現在去追究 當然要調查 看看CCTV 但是呢 你帶著兩個兒子 我覺得我爸爸最大的 一眼都不看得漏 嘩 玩水 好了 急救 這件事真的 我不用可笑的 真的 不知為何會這樣 不知大家有沒有留意這件事 偉大祖國的羽毛球 17歲 球手 張智傑 在6月30日晚 星期六晚 印尼舉行的羽毛球 亞青混合全體賽中 突然暈倒 倒在地上抽搐 然後送院急救 然至晚上不止 好了 當然很大爭議 為什麼呢 微博流傳一個post 作者聲稱是張智傑的姐姐 他說張智傑是經過等待才獲急救 亞洲羽毛球聯會和印尼語協 在30日晚聲明 說張智傑運到之後 在場的醫療人員立即到場 強調在兩分鐘之內 已經將他送到醫院 好了 根據別人的截圖 看回 我覺得 這個世間上的事情 真的 就不要只罵香港 亞洲羽毛球聯會和印尼語協 會永遠 反正做這些 組織這些運動會 你做得不好 做漏事 你要去承擔 沒得騙的 第一時間 就出一段話 就說 經過 在場地一兩分鐘 後來把他送到醫院 結果就被人有直播 就夾了圖來計 好了 微博號稱是張智傑的姐姐 就說 我怎麼能夠接受 這個不及時的醫療團隊 和差勁的醫療條件 以達以至最早的高的結果 看著直播 我弟弟倒地 中間抽速做幾下 還曾經抬起頭 但是漫長的等待之後 醫療人員才來到 好了 我們看一段 2分45秒的現場影片 所以 張智傑在0分27秒倒地 到2分26秒 差不多2分鐘 被抬出場地 就不是送到醫院 才被抬出場地 而在2分鐘內 現場醫療人員 是沒有跟他進行任何 人工呼吸 心肺復甦的急救 就是睡在這裏 睡在這裏 晃晃高高 兩分鐘後 有醫療人員 半分離 好了 浙江大學醫學院的急診科教授 其實不用去說 因為我看得太多韓劇 因為我除了 除了古惑的氣節 最喜歡看之外 即關於黑社會 另外一個 我最喜歡看醫療劇 即是無論是 老美的 老韓的 老日的我都看 但是香港醫療劇 我沒有看的 《妙手人心》 還有大陸有一套 叫做《白色巨塔》 早10年8年 有一個大的 一開始我不知道 我以為是白色巨塔 我以為是韓劇 表演是綠劇 但是他的設定 是跟外國劇一樣的 而且一樣是人手 人心 人術 和我對大陸醫療的認知是太過距離大 於是我沒有看了 看了半集 頂不上了 不是半集 是幾分鐘 好了 大家看得多 這個浙江大學急診科 盧曉醫生就說 他這麼年輕的運動員 撤死十幾歲 撤死前有明顯抽搐 很大可能是惡性心率失常的機會 急救的關鍵就是 醫療人員或旁邊的人 第一時間判斷情況 要立即在現場 就要做心肺復蘇了 或者拿著體外除典器 我讀個典字 戰鬥 除戰器 進行除戰 即是我們看電影 那一隻 而不是 將患者放在擔減上面就走 他說甚至乎在那裏走 我們看東西就看多了 韓劇最多了 一去到急救車 那些傷者一來到 一度推進去 醫生或者姑娘已經是一度跳上那張 你有沒有看那些劇 一度推進去 已經在做心肺復蘇了 是這樣的 OK 而不是 這樣 他說這麼年輕 如果 甚至乎可以有人工心肺 他說其實要搶救回來的機率 心臟病是不低的 所以一說這些 包括我們偉大的前總書記 不是全總書記 其實也是的 是啊 質疑他們那個 質疑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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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沒有理由 什麼的 因為現在 其實不是這樣 因為我看得多嘛 這些 好了 內媒呢 上流新聞 引述重慶 一間醫院的急診主任就說 從視頻媒體 現場急救就不夠專業了 醫療人員到現場之後 都沒有處置到任何東西 他應該 立即和他轉身 喊個名 觸摸脈搏 確認他有沒有意識 如果出現心臟躁停 就立即要開放通道 人工呼吸 胸額 我們讀急救都讀過 最基本的東西 他說 喂 而且這麼大型的國際賽事 應該有AD AD 就是我剛才說的徐戰器 他說 你一貼上去 你就知道是不是需要失電 是不是可以電擊 做首次電擊 是什麼都沒有做 好了 他就說 現場錯過了三個救命環節 第一 是沒有即時去現場評估他 0分27秒倒地後 一直到1分07秒 才有醫療人員入場 沒有在進行心肺復甦 或者AED除展 第三 他說 應該抓緊黃金四分鐘 四分鐘時間急救 是一邊做胸外心臟按壓 一邊搬去救護車 但是沒有做到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看電影就看得多了 一邊恐懼 醫生已經禁止了 是不是 你想一下 這個是大型國際賽事 你印尼語協搞什麼呢 你亞洲羽毛球聯會就發這個聲明 當然這就是政治 又變了 一陣子又會談判數 你不要追得那麼厲害 喂 大佬 你怎麼搞啊 尤其是現在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食物的問題 很多年輕人已經有這樣的情況 我平時驗不了這些 還有這兩年多了很多 是 多了很多 多了很多 這個是事實來的 好 休息一會